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海仓隧道海域段预计本月底实现分界点贯通 预计明年5月隧道实现全面贯通 认为足域电工作人员态度不好 三名男子竟接连拨打110报警电话 谎称场所内有人卖淫 投资比特币亏损 男子起诉推荐人退还投资款 近日私民法院开庭审理这起纠纷 接下来走进今天的新闻节目 最近有市民向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反映说 在同安环城西路乐海城市广场路段 有许多人放着近在咫尺的人行天桥不走 却选择在车流中横穿道路 不仅影响路上车辆的正常通行 也存在着不小的安全隐患 根据市民的反应 记者来到现场进行了调查采访 上午记者来到同安环城西路 乐海城市广场路段时 正值交通早高峰 路面上车来车往 不过即便是在车流中 仍然有不少行人在这里横穿道路 由于这里设置了一个车辆掉头区 无法用护栏进行隔离 于是就成了大家过街的便捷通道 现场记者估算了以下 在短短十分钟内 就有十几名行人从这里横穿道路 而骑摩托车 电动车 以及自行车横穿道路的人 就更多了 一些摩托车在横穿掉头区后 甚至还在车流中逆向行驶 还有不少人抱着孩子 推着婴儿车从这里横穿 而要在车流中横穿双向四车道 危险可想而知 我家这边的气 还是比较近的吧 我觉得这样坐马路不危险 看这位是有一点 肯定是不行的啦 那种起码要为自己的小孩着想吧 这个风险太大了 侧流量又大 对对对 你可能觉得他不会过来 他可能觉得你不会横穿 问题就这样来了 为何在这里横穿道路的现象 如此突出呢 记者观察发现 由于掉头区的一边 正对着乐海城市广场的出入口 另一边则是BRT同安枢纽站 所以人流量很大 再加上两侧人行道上 也没有设置隔离栏 不少人为图方便 就选择从这里横穿道路 而相比人来人往的掉头区 近在咫尺的人行天桥 则显得有些冷清 虽然在人行道上设置了 行人过街请走天桥的提示牌 不过选择走天桥的行人 却并不多 为什么不走天桥啊 不知道 很管 不知道 下次会走天桥 从自身安全角度来说的话 肯定还是走天桥 第一个比较放心一点 横穿马路确实 真正省时间还是比较省的 但是呢 生命第一嘛 安全第一 还是大家要对自己的生命安全负责 采访中一些市民表示 其实在距离这处掉头区前方50米左右 就有一处红绿灯路口 完全可以规划给车辆掉头使用 他们希望相关部门 能够在考虑车辆通行的情况下 调整这个掉头区的位置 并增设隔离护栏 以减少行人横穿道路 带来的交通安全隐患 同时 行人的文明交通意识也需要提高 很多人就是不愿意走 走上天桥 然后就那边 因为山场跟 那边是一个相通的地方 最好的方法肯定是把那个掉头区给封闭起来 掉头区肯定会造成行人从那边穿行 第一个大家的一个自我规范意识不太强烈 然后另外一个管制的还不够严谨 导致就是这两方面导致现在大家也就比较随意了 记者公家杨仁杰报道 从上周一开始福建省所有封闭式高速公路收费站入口 全面实施货运车辆称重检测 禁止超限超载的车辆驶入高速公路 那么新规实施一周的情况如何呢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上午九点多 记者在沈海高速祥安收费站入口看到 称重检测车道从原来的两个增加到了三个 高速公路部门工作人员说 祥安收费站进出车流量大 其中货车占了不少 为了提高通行效率 他们临时新增加了一个货车称重检测车道 货车的数量总体数量还是比较多的 日军的货车进出站大约有8000步左右 我们对原来的车道进行改造 也提高了入口的通行的效率 记者了解到 除了祥安收费站 同安收费站也临时增加了一个货车称重检测车道 工作人员说 如果蓝亭道超限货车 他们会先将车辆引导到内广场 随后再通过空前车道引导出去 避免造成拥堵 而记者在兴林高速收费站看到 入口处称重检测车道 还是保留两个 收费站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兴林高速收费站 日均货车通行量在4500辆左右 为了提高通行效率 工作人员通过升级优化征收系统软件 读卡速度从原来的8秒左右 提高到5秒左右 货车通行速度整体有所提升 根据高速公路部门的统计 从12月16号高速入口 实施称重检测以来 入口处超限车辆数量有所下降 全下路段高速入口 每天检测出超限并劝反的车辆 从初期的38车次 下降到目前的10车次 而兴林 海舱 厦门西 三个收费站 入口蓝亭的超限车辆 并不是很多 而检测到超限车辆 基本都是在晚上 数量在一两辆 另外从2020年1月1号起 安装ETC且合法装载的货车 可通行货车ETC车道 实现不停车收费 没有办理ETC和ETC单卡用户 也就是没有安装车载装置的ETC用户 将不再享受通行费优惠政策 高速公路管理部门提醒 货车车主应尽快到服务网点 办理ETC套装 享受不停车收费的便捷 本台记者报道 省市重点工程 厦门第二系通道海舱隧道的建设 正加速推进 记者了解到 目前采取长隧短打的海域段隧道 最前端施工 已逼近分界里程 有望在本月底实现贯通 同时 海底风化深槽的施工也在稳步推进 预计明年5月将完成穿越 从而实现隧道的全面贯通 这里是海舱隧道 海舱端左线隧道内 一个海底风化深槽的施工现场 施工人员正在实施筑江施工 将掩体固化 以便实施下一步的开挖作业 尽管海域端 风化深槽等路段的绝境施工 还在进行 但是根据现场负责人介绍 他们的左线和右线隧道最前端 目前都已挺进到海域端 1780米的分界点 正等待岛内端的施工队伍 闲来会师 岛外岛内两个施工标段 分界点的贯通 本月底就将实现 目前我们左线以施工制 分界里程 然后是根据整个项目的计划 然后计划 月底实现 左线与A1A2标的一个 左线贯通 据介绍 之所以能够跨越 还在施工的风化深槽段 超前完成分界里程的施工 要归功于中铁隧道局集团 运用了长隧短打的原理 通过进度较快的服务隧道 和它与主隧道相连的横通道 提前进入主线隧道位置 增开工作面 目前 仅在他们施工的左线隧道内 就有六个施工绝境面 施工进度大大加快 据了解 目前海舱隧道 海域段的服务隧道 已经贯通 左线隧道还剩320米 右线隧道还剩90米 未完成绝境 其中 左线隧道的160米 为风化深槽段 因为技术含量高 风险高 将是海舱隧道 海域段最后贯通的路段 施工单位 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 正稳步推进 目前已完成60米开挖 按照计划 海底风化深槽段的施工 将于明年5月完成 届时 海舱隧道将实现全面贯通 本台记者报道 近日 石湖山液化天然气应急气源站 成功进行全负载生产 独立向岛内进行天然气供应 这标志着厦门岛内管道天然气气源 具备了拥有过海管线 和液化应急气源的 护背双保险 眼前这四个巨大的液化天然气储罐 每个储罐都储存着150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 当这些液化天然气经过一旁 这六个铝合金气化器的处理 就会从液化天然气转化成气态天然气向岛内供应 厦门岛内是我是最早供应管道燃气的城市区域 2009年天然气过海管线建成后 整个岛内的居民工业以及汽车的用气 都是通过这条天然气过海管线进行供应 为提升岛内管道燃气供应的安全保障能力 2017年12月 厦门华润燃气在石湖山开工建设 LNG应急气源站 去年10月底完工 在整个站建设完之后 就是我们会花大量的时间 对整个站的一个设备设施 在完好性进行一个检验 进行一个测试 那同时呢 就是我们针对在生产过程当中 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应急事故 或者一些故障 那通过这个应急安全演练来进行一个应对 确保我们岛内的居民百分之百不勤气 本月12号上午9点 石湖山液化天然气应急气源站 开始进行全负载生产测试 进岛管线各阀门 按方案逐步关闭 岛内天然气供气 转由石湖山液化天然气应急气源站 独立供应 供气生产持续到晚上8点 成功通过岛内用气量的五晚两大高峰 这标志着岛内管线天然气气源 具备过海近岛管线和液化应急气源 百分之百互备双保险 为我是岛内安全稳定供气 提供了更有力的保障 这个站就是建好之后呢 就是可以弥补 就是如果我们的这个过海管线的 这个天然气管线 如果出现这种 比如说故障 或者是上游的这个气源 如果出现这个气荒的时候 或者是供应不足的这种情况 那我们应急气源站可以立马 就是可以作为一个应急供应 可以作为一个备份 明天是西方圣诞节的平安夜 针对每年这一时段 我是各个商圈周边出现的交通拥堵情况 今天我是交警部门结合交通大数据 发布了道路交通出行提示 一起来了解一下 结合往年平安夜圣诞节期间 我是整体道路交通流量的变化 以及热门区域 新增热点区域的交通路况数据 交警部门提示 明晚也就是平安夜当晚 我是晚高峰期间的交通压力较大 持续时间较长 流量最高峰的几个小时里 全市可能会出现多处道路节点拥堵 及通行不畅的情况 而12月25号圣诞节当天 交通流量会略有下降 但主要热门商圈周边仍可能存在拥堵现象 其中一拥堵路段 主要集中在四桥一岁进出岛通道 一些教堂热门商圈周边 包括岛内的SM城市广场 狐狸万达 菜堂广场 明巴广场等 以及岛外的吉美万达 嘉庚体育馆周边 海舱阿罗海城市广场等周边路段 拥堵时段方面 明后两天 四桥一岁进出岛通道的进岛方向 将从下午4点左右开始出现拥堵 一直持续到晚上7点前后 而出岛方向则从傍晚5点左右开始 一直持续到晚上8点左右 商圈周边的拥堵时间可能会更长 大部分商圈周边道路将从傍晚5点开始拥堵 并持续到8点之后 像宝龙一城 万象城 中华城等部分热门区域 拥堵可能会持续到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 交警部门提醒 节日期间交通流量增大 交通事故一发 驾驶员朋友要保持平和的心态 不开斗汽车 遵守交通规则 如遇交通拥堵请耐心等待 另外 这几天聚餐会有饮酒狂欢活动密集 交警部门将加大酒驾的插出力度 司机朋友们要牢记饮酒不开车 本台记者报道 我们继续来关注厦门农商银行杯 第六届村居篮球赛 昨晚 岛内极美赛区附加赛 在海苍兴阳辖阳社区篮球场激请开打 由极美赛区的第四名增营社区队 对阵岛内赛区的第二名金上社区队 争夺一个晋级试赛的名额 我们一起到赛场去看一看 比赛一开始 双方就展开了激烈的比拼 第一节 增营社区队凭借默契的配合 以26比13取得领先 第二节开始 增营社区队继续乘胜追击 加上金上社区队失误较多 双方比分进一步拉大 最终增营社区队以57比40 战胜金上社区队 赢得了一个晋级试赛的宝贵名额 这张入场剑的话 也是比较来之不易 因为我们也是心脑交替 对然后今天年轻人都发挥得不错 而且今天身高优势的话 有重点有侧重打内线 执行的还可以 试赛我们挺期待的 因为也是代表极美的一个队伍 那我们也会打出我们极美的一些风格 据了解 本届赛事有80%的比赛场地 都在社区内的篮球场 不仅方便运动员参赛 也让市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观看到比赛 激发全民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 每天有两三场三四场 那你觉得看得过瘾吗 过瘾过瘾 就是促进大家对篮球的一个推广 就推动大家都参与运动 可以还号召更多青少年来参与到社区运动当中 记者王玲玲 黄超报道 下一节你还将看到经推荐投资比特币亏损 男子起诉推荐人退还投资款 好的 欢迎回来 我们接着来看新闻 市融考评人员在近期的走访中发现 位于东渡路的海达车客运码头 场融环境管理存在突出的问题 今天的市融询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 通过走访能看到 海达车客渡码头本身涉及设施管理的部分 比如地面开裂下陷 各类标志残破老化 监控感 严重袖蚀等问题 均未得到及时维护 场内所种植的绿化完全得不到养护 都呈现出干枯的状态 另外场地内还有石块 车辆 货柜等 任意放置的现象 环码头周边店家门前任意堆放杂物的现象 也非常突出 其中宠物人酒家门前有杂物 花坛用来种菜 招牌也存在残破的问题 这一系列乱象严重影响到了 码头的对外窗口形象 卡门人希望问题能够引起责任单位 张州海达航运公司 以及相关监管单位的重视 尽快采取措施改变现状 记者刘恶华报道 因为觉得族玉店工作人员态度不好 三名男子竟然接连拨打110报警电话 谎称场所内有人卖淫 近日吉美乔英派出所快速侦办了两起谎报警情案件 其中这三名报假警的男子被行政拘留四天 12月11号凌晨三点左右 乔英派出所先后三次接到报警电话 称辖区一家族玉店存在卖淫的现象 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调查 到现场我们发现里面只有一些工作人员 也没有做外人到在里面 民警马上联系报警人 却发现三部报警电话都关机了 当天上午民警找到了报警的三名男子 原来事发前张某等人久候到足玉店按摩 工作人员看他们醉酒 可能态度不是很好 张某等人从足玉店出来后就想着报假警泄愤 因为谎报警情 张某等三人被吉美警方依法行政拘留四天 12月16号晚上八点 又一名男子吴某在厦门110的微信公众号上 举报霞吴一家生活馆提供色情服务 结果也被证实是报假警 由于吴某此前也曾因谎报警情被处理过 吉美警方从重处罚 对吴某处以行政拘留十天 对这个报假警的行为啊 一定就是严重的查处 然后如果说涉及到形势的 我们将追究形势责任 记者孔祥鹏 黄超通讯员张翔 李强报道 接着来看 原告和被告原本是同事关系 2017年原告经被告推荐 开始投资购买比特币 投资初期原告收到了不错的分红 可是继续追加投资后 不仅没有盈利 剩下的钱也无法提现了 为了讨回自己的投资款 原告将同事告上了法庭 根据原告林某的说法 2017年6月 被告王某以高额分红为诱儿 推荐他一起投资一家比特币公司 随后原告林某通过他人账户 转了10万元到被告账户 请他帮忙投资 第一个月原告收到两笔分红 共计3万多元 这两笔分红 被告是以人民币的形式 直接转账给原告 2017年8月 原告使用自己的账户 又转给被告20万元追加投资 但从那以后 原告就没有再受到过分红 原告认为 被告没有将投资款 转入投资公司的账户 而是转入个人账户 原告怀疑 被告并没有将钱拿去投资 其次 被告一开始说的是 使用人民币进行投资 收回的分红也是人民币 但后来分红却变成比特币 目前 原告账户中的比特币 还无法提现兑换成人民币 原告认为 自己是受到被告的诱导才进行投资 投资网站出现无法提现的问题 应该由被告来退还投资款 被告并不认同原告的说法 被告表示 自己确实向原告推荐过投资购买比特币 但最后是原告自愿参与共同投资 其次 被告坚持自己把钱都用于投资购买比特币 有分红记录可以证明这个说法 被告还指出 原告除了分红3万多元人民币外 还曾在2017年9月 自己操作提现了1.078个比特币 当时大约兑换了2万多元人民币 被告提供了两人的聊天记录作为证据 被告认为 投资网站无法提现是投资公司的问题 责任并不在自己 而且 投资有风险 原告亏损就起诉被告退还投资款 被告认为 这并不合理 法庭上双方都表示愿意接受调解 四名法院也将在后续的工作中尽量协调双方进行调解 记者谢从斌高志强通讯员杨昌平报道 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空气质量情况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来关注空气质量情况 今天评价我是空气质量的各项指标都达到了优积标准 到了晚上七点 我是空气质量指数是42 空气质量为优 另外 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 大气扩散条件一般 预计明日 我是空气质量等级为优到凉 首要污染物是二氧化氮和PM2.5 尊规手法 文明出行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交通电子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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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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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收看 再见